嗨小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老师要带你们一起来做华文课本的练习 首先我们先拿出这本书 然后打开到第七页 好了吗 好我们一起一起来看一下 看图圈子然后读句子 我们首先先看第一张图片 第一张图片有谁呢 有一个女孩子 那我们看旁边 我是男还是女孩子呢 对我是女孩子 因为旁边呢是个女孩子 所以我们把女圈起来 那小朋友们先跟老师读一遍 我是女孩子 我是女孩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这个小男生 他用手指着他的眼睛 好我们来看一下旁边 我有一双 是一双鼻子呢 还是一双眼睛 对没错 我有一双眼睛 好一双眼睛 好因为这小男孩在指着他的眼睛 来小朋友们跟着老师读一遍 我有一双眼睛 我有一双眼睛 好我们再看第三张图片 那你们看这个小男孩呢 他在打电话 那我们来看旁边的句子 我用耳朵 看还是听声音 好我们是用看还是用听呢 没错我们是用耳朵听 那看的话呢就是用眼睛看 我们之前学过的 好那小朋友们跟老师一起读一下句子 我用耳朵听声音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张图 你看这个小男孩呢 他在跑步 在跑步 我们看旁边的句子 我有一双脚 我会 你看这张图 男孩是跑还是踢呢 对没错 这男孩呢 在跑 好来跟老师一起读一下 我有一双脚 我会跑 我会跑 我有一双脚 我会跑 好来我们看最后一张图 你看这小妹妹呢 他在跳 他在跳 所以这边也会 好 这个图片是走呢 还是跳呢 对没错就是跳 好来 小朋友们跟老师再读一遍 我有一双脚 我会跑 也会跳 也会跳 好 小朋友们 那我们今天的练习呢 就先到这里 小朋友们记得在家多复习哦 小朋友们再见 差点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你的 优读 小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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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